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將3DDM的支撐材拆除 那這邊有人可能會想說,拆除不就直接拆除就好了嗎 其實這邊有一點小技巧的 因為不同的物件所支撐出來,它所產生的結果會不一樣 有的物件會非常好拆,有的物件會非常難拆 那這邊就是告訴各位,如果你遇到這樣的狀況,你該怎麼處理會比較好 那另外呢,還會介紹說,那底座的地方怎麼去運用它 那這邊怎麼做呢,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我們要拆除支撐材的時候需要什麼樣的工具 第一個呢,你需要一個容器來裝支撐材料的 那你如果對於製製這樣的塑膠盒有興趣的人呢 你可以到這裡,3D繪圖的入門篇 那這邊呢,會教你說怎麼去運用入門篇來製作3DDM 好,那有興趣的人,你可以去那邊觀看 第二個呢,就是需要一個斜口錢 它的用意呢,就是要把支撐材料給拆除掉 那這個是蠻好用的 那只需要這兩個工具呢,我們就可以來拆除支撐材的 接下來呢,我們支撐材料要怎麼去設定 那這邊呢,我會建議使用鋸石狀的 那為什麼呢,因為鋸石狀呢,它基本上它的結構都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在拆除支撐的時候,它比較容易可以整個一起拆除掉 那對於這一塊,你如果還不是很了解的 你可以到切片軟體的入門篇 那邊我都會有介紹說怎麼去使用它 好,那我就建議就是這樣子 我們在處理支撐材的時候會比較便利一點 那支撐材料呢,相對的它是需要有一個底座來跟它做搭配的 那底座的話,我這邊會分三種 那第一種呢,是完全沒有任何底座的 就是運用物件的底座,來當作底座 所以這邊是不需要設定的 那這裡呢,就要看每一個物件的形狀特徵跟大小 好,有的東西它有平面,但是還是黏不老的 這邊呢,需要有一點經驗的 好,像是如果是,你有平面但是它非常長非常高的 那其實它還是有可能會 在硬的過程會這樣脫落 所以,那一種物件也許還是要開支撐的 那不一定那硬能而已 你可能要去測試你才會比較清楚 那,像這種呢,就是不需要的 你用大平面去做底,就沒有問題了 那像如果是這種圓弧狀的曲面狀的 它沒有一個平面,那你就需要去開邊緣 邊緣搭配支撐呢,這樣子 你在底座才可以老老的黏住 這樣子地基蓋得好,往上堆疊才不會有問題 好,像這種也是 那我會建議說,你的邊緣呢 你把它的圈數設定多一點 為什麼呢? 好,因為你如果覺得說你想要省時間 你的邊緣少一點,覺得說有就好了 但有時候呢,就是因為你的邊緣設定的不夠 不夠寬,不夠寬大 你可能在印到某一個高度的時候 它因為這樣有槓桿原理 所以產生說,它會把這裡給它拉起來 那如果拉起來之後,你的地基沒有蓋好 你往上蓋,它的那個樓層歪掉了 那印起來它的表面就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我覺得,你寧願讓第一層印久一點 因為你印這樣的物件喔,時間是花非常多的 你也不希望,印到一半的時候 它就是失敗不能用了 所以,寧願第一層呢,時間花久一點 好,把地基蓋好 慢慢的往上堆疊 那這樣它成功率就會非常高的 好,那這是第二種 那第三種呢,是一個木法 那其實它的用途呢,其實跟像這種 沒有一個底面,沒有一個大平面可以做底的時候在運用的 那它運用的時機呢,就是 其實要有一點經驗 你可能是在列印的時候有失敗了 才去用木法 好,什麼意思呢,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假設說,我現在是用這個物件 我把它開邊緣 然後在印的時候,你可能印的時候還會去觀察它嘛 印的時候發現說,它可能印到某一層的時候發現它的物件開始在搖晃了 你就覺得說,你明明有開邊緣 可是為什麼,它印的時候還是這樣子搖來搖去 那有可能是它的物件呢 旁邊沒有太多的支撐去把它撐住 然後它的外型呢,又太小 然後往上又太大 導致說它是地基小,然後上面大 變成就是這樣子 有一個倒三角形那種感覺 所以它這樣子,也是因為有槓桿原理的情形 所以它會搖來搖去 有可能你有開邊緣,它還是倒塌了 所以產生有失敗的時候 這時候呢,你就可以試著去開木法 木法它的意思呢,就是 有一點像這樣子 它先印了一個底座 然後呢,印完底座之後 它再把你的物件印到上面來 自稱也印在上面來 這樣子呢,相對成功率就會變高 因為你至少這裡有一個底 那這樣子在堆疊的時候 它是有一點把它黏在一起的 所以至少這裡呢,是一個大平面 它比較不會像 如果你只開邊緣,它只有薄薄 非常薄的一層,你看一下 很薄一層,它容易就是 這樣搖來搖去就倒塌了 所以開木法的時候它 相對的成功率就會再更高一點 那這邊呢 因為你看了木法 它相對時間會多一點 那這邊的使用時機呢 就看大家的設定 有的人他可能覺得想要 保險一點就開了木法 那有的人覺得說他想要 想要省一點時間嘛 就先開邊緣看看 如果邊緣沒有問題的話 就讓它印 如果有問題的時候呢 就再來試木法 這邊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裡所介紹的就是 我們的底座在設定的時候 它是需要跟我們的 支撐材做搭配的 那支撐材呢,你也可以 不要設底座直接印支撐材 這也是沒有問題的 它如果沒有底座 它這些支撐材還是可以黏在上面的 但是有時候像這種 比較細小的有可能 支撐材會倒塌 這邊大家都要看一下狀況 因為有時候呢 你的支撐材雖然倒塌了 可是它慢慢堆疊到上面 因為支撐材它相對非常輕的 所以它堆疊的時候 它還是會把它印出來 這些線是有可能在 某一層它又連在一起的 那有時候你的物件 是不會受影響的 那這邊呢 如果你是需要說 比較穩定一點 我還是建議開一個邊緣 有邊緣之後 我們看一下 它的支撐材就會黏得非常牢固的 那接下來呢 我來示範一下 支撐材拆除的一些小技巧 那一般支撐材呢 你一樣用邊緣的話 它會因為我們物件的特徵形狀 而有不一樣的改變 它的結構會不一樣 我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裡呢 它結構是蠻容易拆除的 它甚至已經分離了 所以這邊其實可以不用支撐 它就可以印出來了 像這些地方呢 它支撐材是很細的 它其實有一點失敗的支撐材 但是因為它 就跟剛剛前面我講的 有些支撐材呢 它雖然一開始失敗 可是因為它很輕 到後面 它還是有可能連在一起 像這種的都很老拆除的 那像這種比較底部的呢 它的 結構呢 就會比較堅硬一點 這邊拆除度 難易度就會比較高一點 我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種難易度就會更高 它的那個 結構就會比較強壯一點 那怎麼拆呢 我等一下會來示範 像這種的 都是比較高的 像這裡也是比較好拆除 它是開放式的 像那種封閉式的 它相對的 結構會比較堅硬一點 好 那一般呢 我們要怎麼去拆除它呢 首先 我們會 去尋找它 比較容易的 我們用手可以剝弱的 會先去 把它弄下來 像這裡 我先示範給大家看 這邊就很輕易的 可以把它剝下來 我就大概示範一下給大家看就好了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你看我用手 就可以輕輕的把它剝下來了 像這裡也是 好那我假設說 我都剝好了 那第二個我們要處理的呢 就是 如果你是硬邊緣的話 邊緣也是很好處理的 你就直接用手這樣把它拉開 它其實就是 就被我們拉開了 就拆除掉了 那第二步呢 好 就把我們的邊緣 給它撕下來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也是沒問題 那這邊我一樣做示範 好 把它撕下來 好像這個很輕易就被剝弱了 那再來呢 我來介紹一下 像這種比較細小的 像這裡 這種尾部啊 比較細小的 你在拆支撐著 哦 這個是 它的 那個大小是夠粗 所以是不容易被遮斷的 有時候你如果像這種比較小一點的 它如果有支撐 你在拆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我們一般在拆的時候呢 盡量 不要 從尾端開始拆 為什麼呢 它這裡有可能跟物件有一點聯合在一起 那你如果 越遠去拆它呢 它這邊會有一個槓桿原理 你有 有可能 你自身拆掉了 物件也被你折斷了 所以我們在拆這種物件的時候怎麼辦呢 好 我給大家看一下 最好呢 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一下 它這裡有一點接縫 從這個地方把你的斜口錢 盡量靠近底部 這樣子把它拆除掉 這樣的話呢 你的物件 比較不會受到槓桿原理的硬力 好 硬力集中的話它有可能就會斷掉了 所以這樣拆呢 是保護你的物件 好 這是要注意的 那再來我來示範一下 像這種 支撐材呢 它是連貫在一起的 我們要怎麼拆除 好像這裡是沒有支撐的嘛 它就一個薄薄的 這裡呢 一樣跟剛剛拆這裡一樣 從底部這裡 把它壓一下 好其實這樣子已經快移除掉了 那你輕輕的一撥 好其實它就掉了 這一面就掉了 那這 這個用意呢 就是為什麼我會建議用 鋸齒狀支撐 它就是 它整個結構都連在一起 所以你有可能 一撥全部就掉了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再來我來介紹一下 像這一種 它支撐的很多 那你沒有辦法一次 像剛剛這樣一次把它剝落 那怎麼辦呢 好這時候不用緊張 你要做的就是 破壞它的支撐的 結構 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從這裡 你看它是鋸齒狀嘛 這張鋸齒的 我們就開始把它破壞掉 那破壞的時候呢 建議從中間 我示範給大家看 我試一段就好了 從中間這樣子 剪一點 然後 我們在弄的時候 不要這樣硬拉 硬拉 你這樣子就是 用鋸狗錢這樣壓 轉一下 用旋轉式的 慢慢的慢慢的 喔有時候太支撐呢 不能太急 慢慢的慢慢的 把我們 這些材料呢 一點一點的把它破壞掉 這樣一點一點破壞掉 我示範一下就好了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做太久 好我先示範一下這樣子 假設 我都把它破壞掉了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說 它這裡沒有 沒有這些鋸齒狀的時候 它就會有點像我們剛剛 示範的這裡 是比較扁平型的嘛 你就可以 從這裡直接把它弄開來 那它這個用意呢 它的原理是什麼 我們想像一下 以前應該有聽過 竹筷子 一根很容易折斷 十根就不容易折斷嘛 它的原理就是這樣 它有好幾根柱子在這邊 那我們如果把這些柱子把它拆掉之後 你要把這個弄斷或弄剝弱 就會變得非常容易的 所以呢 我們在拆支撐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太貪心 一定要先慢慢破壞它 像這裡 一樣 你想要一次拆除它是不可能的 你就是從中間開始把它破壞掉 或是從底部也沒有關係 像這樣子 好 我示範一下 從這裡這樣 破壞掉 先破壞它的結構 破壞之後呢 你要再拆除它就會變得比較容易 好 那這邊就讓大家去試了 因為時間上關係 我不會試那麼久 好 那這邊就 留給大家去參考 再來我要介紹第三種是 最不容易去剝弱的 欸 像這裡就很輕鬆嘛 最不容易剝弱的像這種 內孔式的 內孔式的話 你從這裡搬不到嘛 你可能要從 一樣要從這裡開始破壞 好一樣 其實做法都很像 我們就從中間把它的結構破壞掉 那這裡呢 我來假設一下 如果你都拆完之後 還是拿不起來 或是有一些支撐材呢 它就是黏在物件黏得非常老 你怎麼拿都拿不下來 怎麼辦呢 這裡有一個小訣竅 你把它拿去泡水 把它泡一陣子 泡完之後呢 它的支撐材會吸收水分 那它就會變軟 會跟物件會有一點點的分離 那你泡完水再拿來把它拆掉 就會變得非常好拆了 它甚至支撐材都軟化了 那有人可能會詢問說 這樣子 拿去泡水的話 我的物件不會有問題嗎 這邊就請大家放心 如果你一列印的物件呢 是比較 像這樣子是封閉型的 或是這種 就是一般物件是有把它封好的 那這種你去泡水呢 基本上是不會損壞你的物件的結構的 除非你的物件是非常細非常薄 或很小很細小一根 那那邊就要注意了 你有可能 泡完水 拿來拆完支撐物件也壞掉了 所以這邊要各位去拿捏一下 像我這樣子 示範給大家看的這種物件呢 拿去泡水都沒有問題 但是要注意的是 你泡完水之後 拆除完支撐 你可能 因為物件可能沒有封得 它在列印的時候密度可能沒有很高 或是它在封的時候沒有封得很好 有可能水會滲進去你 你這樣咬會覺得裡面有水 那不用擔心你把它 晾乾 吹乾 記得要讓它乾 全部都乾燥之後 那再來做後續的動作都沒有問題的 好這裡我來總結一下支撐材料的一些問題 那一般呢 如果你沒有支撐材料的物件呢 相對它印起來是比較漂亮的 那可能這裡會有人會有誤解說 那這樣子不要開支撐 是不是就可以印得很漂亮 這個觀念是錯的 好這個意思呢就是 如果你的物件呢是沒有違規 地吸引力以及懸空原理的話 好像這樣子它可以從 最底部慢慢堆疊上來 好像這裡都不需要做支撐材 它可以印得比較漂亮 好像這裡呢它某一層就懸空了 那這邊呢相對的會比較不漂亮 因為材料會垂掉嘛 我們沒有辦法完全避免不支撐 但是我們可以減少它 或是盡量讓它避免發生 那這裡呢就是有一點 拆物件的經驗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有一些3D列印的 在列印物件的時候 明明3D列印機它就夠大 可是呢它還是把物件給它拆開來 這有兩種用意 第一種呢是實踐 好因為物件越大 印的時間越多 而且呢如果你是失敗的話 那你的成本會更高 好因為你的物件印了那麼多 材料耗費了那麼多 然後結果它失敗不能用 那就浪費了 所以呢我們在拆開之後呢 第一個它時間變短了 那你的風險也分散了 那這樣子呢 還有第二個好處 有時候我們把物件拆開之後 它反而是不需要做支撐的 那印起來相對就會比較漂亮了 那這邊呢在拆物件 其實它是有技巧的 好這個技巧呢 你必須要去搭配3D列印的實物 你常常去列印它 你就會知道說物件要怎麼去拆除 那這個拆物件呢 就不在這裡的探討範圍內 我就不另外去探討它 那這邊呢就是 主要是支撐採它的一些 經驗技巧的分享 那這邊呢 如果你還有相關的問題想要詢問的話 歡迎到底下來留言詢問喔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為止了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掰掰 我們來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